首先我们把输出和防御都拉满 满旗的古代套就是防御最高的套装之一了 一共是84点 然后根据我的计算得出 穿上古代套再刻三公钥 用75点攻击的守护者之斧加加 打一下可以打出75x1.8才x1.5 总共是202.5的伤害 是比其他所有不管单手剑还是双手剑都要高的 然后弓箭的话用五连发的兽神弓 因为不是古代兵器 所以这里只能存三公钥的1.5倍 但是如果爆头的话可以再存两倍 所以如果无法权重的话是可以打出240的伤害 当然如果你没有这些东西的话 用自己所拥有的最好的武器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就去找一只蓝鸟 首先我们一定要靠近它 如果距离它比较远的话它会放剑 它的剑是在自描还能穿墙的很麻烦 所以我们选择近战 然后一上来它会先发脾气 我们不要着急瞄准了再射 这样蓝鸟就会被我们跪下了 我们再补两剑 接着跑过去按A键系到它的身上 然后连着按攻击键撒五下 自己说好 五下之后就会被甩下来 下来的一瞬间按ZR拉崩 然后马上按ZL就可以快速转视角 我们再给它来两剑 落地的一瞬间 我们就要按ZL持盾 为了应对接下来的攻击 我个人比较推荐所有的攻击都用盾反来应对 因为盾反成功的话 蓝鸟就会突然放懵 我们就可以挣此机会再给它当头一剑 然后继续马上重复刚才的操作 如此反复就可以轻轻松松打败蓝鸟了 接下来我就想细介绍一下三种持有不同武器的蓝鸟会使用的攻击套路 以及我们要如何应对 当然你可以直接取个盾硬扛 但是那样会掉耐久 不符合我们百岁老人情节节约的生活习惯 首先是大家都有的冲撞攻击 盾反的时机就在蓝鸟马上要轻倒你的时候 你反手给它来一盾 就是这个时候 不管距离是近是远都是一样的 如果是要进入子弹时间的话 可以提早一点侧跳 太近了反而不容易成功 接下来是嘴炮攻击 会连着来三发 顺反的时机和刚刚一样 快要贴到你脸的时候 就是现在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往两边跑 或者在大含有突出来之前 先一发剑给它射回去 当然这里一定要爆头 然后是无能狂怒 发动这个攻击前 莱尼尔会先发脾气提醒你 如果你距离它比较近 那顿反的时机就在它的武器触碰到地面的一瞬间 就是现在 如果距离它有一段距离 那就等火光冲到你面前的时候再顿反 和前面的嘴炮三连是一样的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 它们各自拥有的不同的攻击方式 首先是舰队人马 从远处跑过来给你一巴掌 转体给你一巴掌 还有莫名其妙想要抱抱你 这三个攻击的顿反时机 都是在它的武器几乎处于地面平行的时候 进入子弹时间后翻的时机 也是要提前一点 在武器挥下来的一瞬间就可以后跳了 然后它还有一个三连攻击 这个时候只要一直按X后翻就行了 还有一种是提的刀很快的超级冲过来 这个跟前面的先抬手再给你一刀不一样 这个出手速度更快 看不太期 所以根据距离来判断 在莱尼尔距离你还有两个零刻升高的地方 这个时候就可以顿反了 接着是长枪人马 也是从远处跑过来抬手给你一巴掌 我们在莱尼尔跑到我们身边 且长枪几乎垂直于地面的时候 按下A键顿反 然后是高风打桩 这个和前面的无能狂弩类似 距离近的时候在武器即将碰到地面 但还没有碰到的时候 距离遭远的时候就在武器碰到地面的一瞬间 然后是双手剑人马 还是老套路 跟剑队人马的一样 在大鸡腿和地面几乎平行的时候顿反 还有一种是鸡腿出地 包括原地出地和冲刺出地 还有三连出地 顿反的时期都是一样的 这个时候想测跳进入图弹时间的话 会被鸡腿落地 产生的冲击又打下来 但只要把握好时机也是可以成功的 只要在鸡腿即将触碰到地面 但还没有完全触碰到的时候测跳就可以了